今年楼市可算是破顶年年有,今年特别多,破顶成交包括豪、中、汤、居、宫各类型的单位,例如未非夜中层以1.38亿元售出实尺6.5万元,帝景园成交6580万元实尺4.3万元,则如冲太古城商年户5500万元沽出。 50年楼宁美夫实用1370方尺以2480万元逆手,若何两房首破千万,荃湾立方纳米单位尺价破2.2万元,清衣公屋280万元成交尺价1.9元万等,很多人看见这些成交的价格。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香港楼市就是这样,升得愈离谱就愈会再升,楼市升极都不识停,政府辣椒可算是一大功臣。 当初政府错误判断,不以为楼市主要被炒家弄高,于是重点压制楼市需求,以为让人买卖及换楼变得困难之后,楼价就应该不会升了,结果当然是完全无效。 辣椒预加楼市就升得愉快,这主要犯了几个严重错误,包括,一政府不了解楼价上升的原因,楼市上升的三个因素,是供应短缺,低息环境及环球QE放水,炒家推楼价上升是1997年的主因。 但今天已经不是了,二楼市需求是没可能压制的,如压制,人就愈想买楼,这就是人性,三辣椒让二手供应大减,换楼人士不再换楼,收租佬不舍得买楼,四二手没有供应,结果益晒发展商,一手新盘卖得满堂红,愈卖愈贵,再反过来推高同区二手楼价,政府不懂经济学而出招错误。 但全港市民就要承受后果,由于辣椒没有对证下药,结果出现了好象追女仔的情况,就是愈追不到就愈想追,有楼就是身份象征,没楼就没社会地位,楼价升到痴了线,买楼已经从自住需求,变成担心迟点买更贵的需求。 就算今天摸顶都要入市,要解决楼市问题,就必须对证下药,从供应方面入手,而不是压制需求。 土地供应专责小组搞了半年,更让人觉得政府根本没能力稳地,近期研究组合屋及货柜屋。 轻建时间当然较快,但问题是可以提供多少供应,每年几百间到一千个单位,概念很好。 可惜数量太少,整体帮助不大,所以我们必须用近水来救近火。 政府可考虑改变房屋用途。 其中一个例子是让发展商策售酒店当住宅卖就好像五年前拥程轻的例子。 虽然上次是失败收场,目前全港酒店约七万五千个房间,如果政府可以放宽出售。 估计很多大业主都会有兴趣,立刻变成数以万计的市场供应,当然政府可保留一些限制。 例如价格、转售、税率等,但比起今天稳地十年后变成供应,起码可以救到一点近火。 放宽工厦地契限制,只要搞好安全问题,让工厦可以改建变成住宅。 也是一个近水救近火的方法。 目前香港私人分层工厂大厦的总面积约为1.8亿平方尺,约七成位处非工业地带。 只要将十分之一非工业地带的工厦改建成住宅,立刻提供4万个300尺的单位。 尽管发展局早年引进了规划措施,但现有工厦重建和改装一直进度缓慢。 如果政策得到配合,将会是一个提供大量单位的方法。 雇法产有数 ön菱多上。 雇法产下重建件。 雇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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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法产